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節目 話說英國BNO簽證推出三年 今天這集節目會和大家討論英國的最新移民政策 包括BNO和兩篇黨媒的文章 如何善意提醒大家 要準備移民的人應該有什麼思考方法 先來討論英國的移民政策 較早12月4日政府公佈了將會收緊移民政策 剛剛前兩天合法移民大臣 Tom Persegrove為國會提交了書面文件 正式落實大幅縮緊移民政策的規定 有幾件事要讓大家知道 首先是技術勞工的移民確定會在今年4月4日開始 最低收入門檻會提高38,700英鎊 即是人工低那些不可以理英國 不過是有豁免的 如果是醫護人員就不受這個限制 即是護士都還可以 醫生除了初級之外 應該正常都過38,700英鎊 影響不太大 但是附載醫療人員應該不受這個影響 但是其他行業的那些 例如剛剛出來工作的那些 程式設計員那些 每個人都有這個數字 另外一些是普羅大眾的工作 例如砌磚、建屋頂那些 那些根據這個最新政策 4月4日之後 就是不能夠申請移民去英國 拿這個工作簽證 這件事短期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現在是尾班車準備開了 所以這一刻正常來說 這些勞工短缺的移民 如果是38,700以下 就會趕著在4月4日之前申請 可能也有少部分人擔心你一上車 將來五年之後 拿不到定居也不行 但是我覺得就是爭上尾班車人應該會多些 但是好了 接著是4月4日開始 真的不准這些外地勞工來 那英國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那這個呢 其實大家現在都猜到了 英國就脫了歐 以前就有源源不絕的東歐工人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這支歌唱了 那本來呢 即是波羅斯、Johnson、約翰遜 為什麼要弄到 limited shortage occupation lease 為什麼要將那個工資門檻 設到那麼低呢? 其實目的就是要補充英國勞工不足的問題 那麼現在4月4日之後呢 就沒有了這個低薪的 就是外地勞工了 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勞工短缺 勞工短缺就是對於低下階層 英國人來說可能是好事 因為工資上漲 但是整體社會來說 工資上漲就會導致通脹 而且呢 有些行業因為不夠工人就不能夠擴張 那就是說呢 經濟就沒有辦法增長 那麼IMF都預測英國 將會在未來一兩年 G7裡面呢 經濟呢 都排了一些 那麼所以呢 就是跟著呢 就是結果出來的時候 可能閃了眼 到了夏天到秋天 然後有大選 這個是否真的 保守當政府想要的 一個政策目標呢? 那麼除了結束勞工受影響 另外這個家庭移民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配偶移民 都是受影響 那麼從四月十一號開始 那個是 申請人的最低工資呢 就是要去到二萬九千英鎊 這個呢 由於他 申請外地的配偶 過來英國 那麼外地的配偶 因為他還沒在英國有能力工作 他又沒有簽證 不能工作 所以他的人工是正常情況下 是不算下去的 因此呢 只是計一個人而已 一個人要有二萬九千英鎊 其實老實說 真的不是很多人 大家自己出街看看 其實呢 整條街上 商場裡面 當然有些人人工很高 但是你 撞口撞臉 就是幫你 倒咖啡 或者在商場裡面 負責清潔的那些 怎麼會有二萬九千英鎊 這個呢 還要是這個是中間的一個一步 來的 因為呢 已經是說明了 4月11日呢 就是增加到二萬九千英鎊 那麼呢 就是 這個呢 之後呢 還會繼續增加的 那麼呢 就會再提高 那麼呢 就會去到 一號時間呢 就會去到 三萬四千五百英鎊 另外去到 2025年年初呢 就會去到三萬八千七百英鎊 就是說呢 就是他跟英國人說 就說 如果你們窮呢 就不可以 申請外地配偶來到英國了 這個呢 就是現行政府 他的政策 那就是說呢 有錢贏呢 就可以了 包括現在國會裡面很多議員 都是有外籍配偶的 那 但是呢 你們這些窮的人 的 藝民呢 就不可以申請 那麼這個呢 這個政策呢 就已經是落實了 當然你說 究竟他最終會不會加到 三萬四千五百 或者三萬八千七百呢 呢 我覺得三萬四千五呢 我覺得還有機會的 因為如果半年之後 那時候還沒有大選 那麼 但是呢 要去到三萬八千七 他的計劃就是 2025年年初 那時候呢 因為已經大選過了 那麼這個呢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究竟會不會加呢 那麼呢 也都是 就是要看看最後 誰上台 如果萬一工黨上台 會不會扭轉這個政策呢 大家拭目以待 什麼都說一下 現在這樣加法 搞搞一下 變成了如果是你英國公民 大配偶來 更難過BNO公民 BNO的國民 大配偶來 因為BNO國民呢 是沒有這個 大配偶是沒有一個 入息的要求的 這件事呢 會不會在政策上 一些比較荒謬的地方 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香港 一個男生 或者女生也好 如果你認識一個 是男朋友 女朋友 那麼你就要搞清楚 如果你可以選擇 一個是有英國護照的 一個是BNO護照的 如果你跟英國護照的結婚 那麼就是 但是呢 你要發現他可能 搞得來 他三萬八千籌 可能他沒有這個人工 就是可以結婚 但是不能帶你去英國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選擇了一個是BNO護照的 反而就可以帶你一起去英國 所以 年輕的人自己懂得選擇了 其實是英國對於BNO簽證 是一個修訂的安排上面 按出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就是有什麼修訂呢 很簡單 其實我再看看 也不只是BNO 其實配偶簽證也有這句話 就說現在最新規定 就是說 本來就是一定要兩年一起住 同居 但是現在就可以不用了 如果你只要一個男女朋友關係 至少兩年都是要兩年的 就是不能快的 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就是說 你可以不是同居 有什麼原因是可以接受呢 就是假如你在不同地方工作 不同地方讀書 又或者這個在你的文化裡面 是不可以接受的一個情況 這個就是你自己說的文化 我不知道最後內政部怎麼審批 但是字眼我就給大家看了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稍微鬆了一點 這個也不只是對於BNO 配偶簽證好像也有這句話 這個下面有一大段解釋 如果你不是同居的 那你就要有額外證明 沒有合理 但是我也沒有理解 如何聯繫 就是要給WhatsApp的紀錄 不知道會不會 那麼可能大家就準備好多些相片 這個是影片 愛情動作片 可能他就不會問你的 那麼另外呢 就是可能也是有些 是 多些的資料給他 都是 嗯 我就不太清楚了 這些 不過大家就自己 如果有需要 就自己想不想這件事 那麼 那我就稍微鬆了一點 這個可以說是技術性的調整 那麼也要說回 BNO簽證 來到現在就踏入三周年了 1月31日開播了 當年 那麼現在呢 不過呢 apps就好像2月中才開播的 那麼所以就大部分 就是跟BNO簽證來英國人 應該就未夠三年的接近 不過呢 都很快的了 那去到去年的第三季 現在就累計 19萬人申請了簽證 九成幾就是獲批的 其實是 但是呢 就不是每個人都來了 那麼就 來了應該十幾萬 十三四萬 我記得這個數字 但是也不是說 所有 所謂來了的 就真的在這裡 住 那個應該再少一些 那麼如果你說 那個數字是多少呢 那麼 如果再說前年年尾 那 就是統計處有的數字 其實都是九萬左右而已 其實是 那麼現在應該多了 十幾萬左右 我猜就是 不過呢 就有BNO簽證 就未必已經是移民了英國了 但反過來 移民了英國人 又不一定是每個人用BNO簽證 因為都有其他簽證 我都認識不需要人 技術勞工也有 配偶也有 也有 也有些人本身是 居英權二代 或者居英權 那就是拿著居英權 就回來早家 也有不少人的 所以說真的 過去幾年的移民英國人 我估計 就應該二三十萬這個水平 就是計算了一些是BNO 計算了一些是其他簽證 那些是學生簽證 那些就未算移民 不過呢 現在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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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也是有機會的 接下來這些數字 就是看到 現在英國是多了很多香港人 香港人就很喜歡在英國置業的 之前也有新聞說過 就是香港人就成為了英國的 最大海外的在英國置業的族群 那個我也覺得就是 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表面那層 因為那個統計 當時我也評論過 就說其實計算了很多香港人 他主要就是看你那個人的登記地址 沒錯 有部分香港人未來才賣樓 那些會計算下去的 但很多人來到英國才賣樓 那些也不計算 那也有些人就是買完之後 就是把地址之後 改了買那層物業的地址 那也不計算 那也就是英國田徒廳很慢 那兩三年那些新樓 很多都還未註冊 所以那些也沒有計算下去 應該就是嚴重計算不足了 好了 有這麼多人移民 那些黨報當然會出招 你也看到現在越來越多這些文章 也看到好像有些人很心急 也要勸大家千萬不要移民英國 先來看看一份大功的說法 他的標題就是 BNO騙局整三年已經說人生活艱難 他又引經句典 他又不是自己亂說的 他就有說 The Conversation網站 他裡面就引述 巴明漢大學和蘭開斯特大學的研究員 發表了一份報告 我找了一段時間 終於找到這份報告 我按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份報告就是在這個畫面 這就是大公報 基於這份報告說香港的移民艱難 不過想跟大家說 其實這份報告不是想說這件事 主要不是想說這件事 不過你明白了 裡面有什麼引述 黨部當然要拿出來談 這份報告的名字 就是正式的標題 即是Humanitarian Visas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Historical Legacies Gual political ties And everyday experiences 那就是在巴明漢和蘭卡斯特 兩間大學的研究員合作做的 他主要的報告就是比較 BNO簽證和烏克蘭簽證 有什麼雷同 也有什麼差異 其實他基於這份報告的 另外一篇文章 我在維捕也有見過 主要是說 英國政府現在經常說 其實我們有提供 這個人道主義的途徑 究竟這件事是不是很真 以及BNO也好 香港人也好 烏克蘭也好 其實在英國遇到什麼困難 先說一些 雖然情報報告很長 沒辦法一輩子說 但是簡單來說 BNO就是這個簽證 他不是類似男人簽證的簽證 真的很不像 反而類似一些 一般配偶簽證 或者技術勞工簽證 不過沒有了工作要求 但是要付很多錢 包括簽證費和IHS IHS 就快加價2月6日 我也認識 這陣子很多朋友 趕著上尾班車 我每一個電郵都會 塞滿這些電郵 問一下 哎呀差一點 可以不可以 什麼時候要遞掉文件 非常之多人 我相信接下來第四季 以及今年的第一季 應該香港人 就是申請BNO數目 應該會大增 有很多人 未來都先申請 我也有提過 未來先申請 未必有好處 雖然說 IHS現在的卡 就600多磅 不是1000多磅 但是你將來要續證 那就要花多一筆錢 不過我也有朋友跟我說 沒所謂 錢不是差很多 總要先拿出簽證 將來逐簽 怎麼都容易 第一次申請 我又覺得 他說的說法 都有點道理 拆開了 講回這篇文章 其實他主要就是 講這兩個不同的簽證 香港人的問題 就是其實沒有什麼福利 基本上沒有福利 也都是要花很多錢 烏克蘭人遇到的問題 就是簽證 是三年期臨時簽證 就不能永居 這個跟這些難民的簽證 就很不同 難民簽證 難民不是簽證 難民身份是可以永居 烏克蘭其實也不是一個難民的身份 就是在這個簽證下 將來有機會再和大家仔細讀一讀這篇文章 23頁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的 說回《大公報》的篇文 他其實總括來說說幾件事 就是說第一 租房難 租屋難 就是說 因為香港人來到英國 沒有Predit score 沒有信太平分 沒有工作 所以很多人都是要給一年半年至少 遇付租金 這是現實來的 也是英國的業主 帝女不休假 隨時一個盤出來 二三十個人都爭著看樓 所以他有很多選 不需要選一些沒有工作的 未有工作的香港人 除非你願意預付 這是一個問題 我也同意 那怎樣解決呢 如果比較有錢的香港人 例如在香港賣了一層樓 最簡單就是在英國買 因為買就沒有這個問題 也在英國買樓 現在就沒有搶得這麼多 因為 為什麼英國租樓會這麼難呢 就是這麼多人去搶租盤 因為英國有一個租務法例 就很保障租客 變成業主 他寧願 就是真的選一個好的租客 其實也不寧願收多些租 因為收多些租 你的租客不肯走 他更糟糕 不肯走一個月 就損失一個月租金 所以在英國是有這個情況 大家要適應 和香港情況很不同 第二件事就叫就業懶 英國僱主義不承認香港 取得學歷和諸業之力 也沒有辦法提供無犯罪紀錄證明 不承認香港的學歷和諸業之力 都有可能這樣的情況 但是說無法提供無犯罪紀錄證明 我認識很多人都提供到 有些是純粹看英國的無犯罪紀錄 也不是進行都要提供無犯罪紀錄證明 主要都是一些學校和台移所的工 就要嚴格一些 我也認識很多人最終都是搞到的 也不是說搞很久 這個究竟他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就不算太理解了 第三就是看病難 這件事你也要說 英國的制度和香港很不同 香港你發燒、雙風咳 你也就是提供醫生 英國不會的 這些就是你家裡自己休息 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覺得很辛苦 你要問問藥劑師 因為藥劑師有時候都可以買一些藥給你 那就是可否強力一點 或者有什麼意見給你 如果他減不了的話 他也會叫你去看病難 如果大家一下子去看病難 你告訴他症狀是雙風感冒 其實是不會理你的 你就算站到診所門口也是沒有用的 他也是不會看你的 當然還有私家 但私家就很貴 正常也不會用 這個大家知道 一般這些雙風感冒 你是不需要去看醫生 但假如大家有些是大病的話 或者是有些應該要做的檢查 其實英國的系統是不錯的 例如GP 有幫你定期、驗血、驗其他東西 另外就是一個 另外就是那個 醫院那些 我也試過用急症收服務 也做過一些一般事 定期的檢查 那看到那些醫院其實也裝修得挺漂亮的 設施也不錯 我聽過不同朋友的說法 其實醫院服務是很好的 應該就好過香港的公立了 第三件事這篇文說 上學難 因為中小學就沒有說難 他就說大學 因為要給很高的學費 因為要定居了之後 才可以給本地生 最近有一個簽名的活動 國會簽名活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也有說是否可以不用五年 三年行不行 因為蘇格蘭也是三年 現在 這個我花了時間再跟大家說說 有說這個問題 就說 有位學生他明明進入名校 但就給不起國際生的學費 那就有點困難 可能要不就等下 要不就看有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找到其他的資助 例如獎學金 那麼 第二件事就是 享受公共福利欄 確實 我們拿BNO簽證 來英國的人 是 不可以拿14種公共經濟 援助的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 不知道那件事是否 因為都收到很多問題 這件事是否 那件事是否 因為太長 這件事 不能夠在這集節目裏面和大家說 將來和阿俊 再聊聊這件事 就說香港人不可以申請公共經濟援助 這就不只是針對香港人 因為所有新移民都是這樣的 有他的規定 好 接著再看另一篇文章 這篇就是文匯 他的標題就括著 異英港人困境 長標題就是 省得就省 靠吃老本 不須得讓親友看 其實這個標題很正面 不須得讓人看 這不是好事嗎 引以自豪的事情嗎 沒錯 移民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容易 有些是困難大家要面對的 不須得讓人看 都是有志氣吧 不過這樣說也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 如果真的要回流 那就回流 不用擔心說失敗了 其實很正常 試過不行 也算是試過 好過沒試過 看回他的文章 其實說來講他也是說幾件事 和大公報那些 就不是差很遠 就說這些東西很貴 裡面有一件事要評論一下 他說來到這裡最低工資 接著還要給稅和國民保險 收入沒有了一半 這就很奇怪了 因為我算過了 最低工資 如果你真的收10.42磅 或者4月1日開始11.1磅 其實你交的稅款 入息稅加上國民保險金 應該是百分之十左右而已 那為什麼會收入沒有了一半呢 可能他也算是市政稅 也算是水電煤 那些沒辦法 那些都是一些洗費而已 那大家就可能不要給這些不清不楚的說法 就騙到 其實是沒那麼誇張的 英國確實有些人要交一半的收入做稅款 接近一半 那些是相當高收入的人 或者是用孝領利益的 可能是很高的 但你說整體的稅率應該也不過一半的 如果你去到差不多10萬以上 10萬英鎊以上那些 那你的稅率可能去到四成多 那應該也不過一半 不過就接近了 那就是如果大家要交一半的稅 應該是一個開心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一個叫做 LCYLINK的人 這個文匯報引述 他就說坦然有意義 問者三思 所謂自由空氣 過了開神仙禍 那因為這個地方 比你全球 就說香港 全球最低稅最高薪的環境 你今時今日才有機會得到 那真的老實說 是的 香港的稅率低到出奇 都很不公道 老實說 賣樓賺錢就不用交稅了 這個呢 雖然我自己是 曾經是一個受益者 不過呢 就真的全世界 真的比較少 又是沒有減稅的 也就是股息啊 利息全部都不用收稅 變成你被動賺的錢 如果你本身一塊大的錢 那你香港呢 你就真的要交的錢 就真的很低 比英國還低 英國呢 你還要交股息稅 利息稅 香港連這些都不用交 人工高呢 是沒錯的 這一刻都是 對於很多 專業 半專業 學位職系的人 來說 人工呢 絕對高 不止英國 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高 所以 有很多人喜歡 在自己的舒適 zone 不想走出來 我明白了 不過呢 這個世界呢 就不同人有不同自己的追求 那麼 如果你是追求自由的 民主自由的 你想在 未來的大選裡面 有機會投票的 決定你的 國家未來的政策的話 你想想你香港 做不做到呢 那麼 眨眼 國安法之後呢 又有23條了 那麼香港呢 是不是可以隨便 表達你的意見呢 說了那麼多 看看大家的評論 先看看 英國制度 多數二人為本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也不知道 你覺得英國醫療 比香港好很多 是啊 其實 我覺得英國制度 比香港合理 香港用很多醫生 普通科醫生 去處理一些 是不需要處理的問題 那些雙方感冒 那些其實不用看 都是自己康復 英國幾千萬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過的 但是香港呢 就是覺得 發燒就是要看醫生 那樣 那其實呢 真的是沒有需要 太方便了吧 預約職員 那你試了兩三次之後 這個職員不管你 你就會放棄的 你就會省一些時間 不用再職員了 不如多吃一點 排便宜 然後呢 在家裡睡覺 那就搞定了 我個人在香港租 都要一次性交 一年租金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都是這樣的 一次性交一年 是 香港大多數的大屋苑看醫生太便宜 看到Anthony報告說韓國瑜做了院長 這對台灣人不知有什麼啟事 說了這麼多 麻煩大家臨走之前先按LIKE 如果還沒訂閱護士頻道 按個訂閱仔 拜拜